王思聪作为万达集团老总的儿子 自然也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了 王校长的土豪气息也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 对于许多明星女友的绯闻 这对于王校长来说可以说很是正常的一件事情 虽然他不是娱乐圈的人 林耕星和王思聪之间的关系 各位网友们应该都知道 他们两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经常在私底下一块出去玩 而且直播打游戏 甚至在微博上有还很多互动 林耕星和王思聪是那种直率的大男孩形象 有什么就说什么 林耕星在娱乐圈之中也是一名小钱肉 因为一部宫廷剧步步精心爆红之后 他也是趁热打铁做出了许多好的作品 前段时间和赵丽颖主演的 楚桥转一炮而红 甚至还被网友称为九亿少女的梦 林耕星不仅演技高超 而且他为人也特别的随和 在娱乐圈里面有不少的朋友 王思聪是娱乐圈里面出了名的纪简尾 有什么看不惯的就会直接回对 而林耕星也同样如此 林耕星现在娱乐圈里面待了这么久 有很喜欢他的粉丝 当然也有很多粉丝惹是生非 故意黑他 暴脾气的林耕星就忍不了 直接在微博底下对回去 毫不顾自己的形象 如此真性情的林耕星在生活中 也特别的幽默风趣 有一次他故意向王思聪哭穷说 自己没钱吃饭了 然后王思聪直接回了一句 滚 林耕星听了这话 也是哈哈大笑 很多网友看到 这也不禁哈哈大笑 王思聪知道 林耕星在跟自己开玩笑 所以直接回对了一句滚 希望两人的友谊 一直到永远 也希望林耕星可以 有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了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王思聪 可以更好的 在商业道路上发展得更好 不知道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要说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哦 好